大家好,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9月10日 周一凌晨,欧国外B组二场比赛同时展开,其中爱尔兰将主场迎战荷兰 对阵双方实力差距较大,爱尔兰已经很多年没有在正式比赛战胜过荷兰,前者金扑凶多吉少 爱尔兰在B组已经进行了四场比赛,其战绩位移胜三负 唯一取胜的比赛是与弱旅直布罗陀交手 但鉴于爱尔兰的表现,他们想争夺分组前二非常困难 在主客场均输给法国,加上客场不敌希腊,爱尔兰的败局达到三场 四场分组赛失球达到五个,爱尔兰不甚理想的防守表现 是他们难以争取积分的重要原因 由于大部分球员来自英伦联赛,并且没有球星压阵 队内新兴伊云费格逊因伤退出本次国家队征程 爱尔兰三线实力薄弱,抗衡能力明显不足 此番和竞敌荷兰交手,爱尔兰在主场难有座位 荷兰在B组的处境就好不少 球队目前录得二胜一赴 在上仗面对希腊的关键比赛中 呈现出色的表现,全取三分之后占据了B组第二位 上仗面对希腊,荷兰的前场进攻组合让人耳目一新 以和特遇赫斯突浅 在他身边搭配沙维西蒙斯和高迪加普两位具备持球进攻属性的辽基 进攻路线中路接应点多,让边路球员发挥大放异彩 单速度费斯在右一位置表现出色 全场比赛送出两次助攻,在边路爆破对手防线 希腊不能抵抗这种较为立体的进攻导致溃败 由于荷兰在本小组最大的对手法国一直高歌猛进 对于前者来说,保持稳定表现 获得分组前二也是不错的选择 毕竟本小组其他对手实力的确不强 荷兰和本场比赛的对手爱尔兰 最近一次交手是2016年的事 两支球队已经换了不少球员 以目前的实力和状态看,都是荷兰更胜一筹 自然看好他们客场带走胜利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